排了很久 连号码牌都没领到 难免火气上来 或长排队伍 想打到儿童疫苗 得凌晨来卡位 各县市不是在诊所 就是学校接种 但停课后家长更着急 会不会设大型接种站 方便施打 指挥中心也支持 下一批证在路上 指挥中心算过 除了发下去的77万剂 6月3号还会到获33万剂 超过110万的量 以目前还没打的 99万名儿童来算 挂保证绝对打得到 但只能跟大家讲 量一定够 纵使打到百分之百 我们的还有剩余 辉瑞的疫苗 会生下10万金 部长说都能体会 家长的心 毕竟自己也有孙子 就连自家要约 也不是一次成功 我自己有一个孙子 大概也五岁多 那第一次再预约 也没预约到 第二天爸爸就说 把资本资料都准备好了 一开放预约就赶快去 那也预约到了 稍微晚一点点 但停课影响 时辰延长 可能6月中下旬才打得到 保护力两周后开始算 有段空冲期 再接暑假 专家呼吁 接种日期得加快 第二季规划和青少年一样 得间隔12周 指挥中心提醒 儿童如果确诊 三个月后才能打疫苗 但现阶段怎么有效分配 先解决家长恶梦 才是首要目标 TVBS新闻 休门节黄静盈 特别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